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排在央视一套的晚会之后 收视率达到了1.3190% 远超排在第三位湖南卫视中秋之夜的0.4347% 更是把其他几家卫视的晚会远远甩在后面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以湖南卫视为首的地方台 一直以来都不以晚会内容和舞美见证 吸引观众的方法主要是邀请娱乐圈的流量明星 但受众所周知的原因影响 今年中秋晚会各大平台几乎都没有邀请流量明星 这对于地方台来说影响非常大 没有了流量明星吸睛 就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受众群 收视率下滑也在意料之中 另一方面 电影频道播出的晚会有新意 阵容强 环节设置丰富 这台晚会的全称是 湾区声明月 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一方面依旧以歌舞表演为主 同时兼顾了电影元素 而且上台的嘉宾也是两岸三地的演员为主 加上几段香港电影的剪辑片段 以及成龙 易扬千玺等影响力演员的加盟 自然是大受欢迎 从成龙第一个上台致辞 到最后晚会结束 接近三个小时 始终没有冷场 每一位嘉宾的表现都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 大湾区晚会的举办是深圳市 深圳晚体育中心 早在晚会举办前两天 宁夕们就陆陆续续 递达深圳 并开始紧张地彩排 和我们一直联系紧密的某记者朋友 全程参与了彩排录制 晚会结束之后 不但跟我们复盘了演出 还发来了多张彩排照片 从中不难发现 一些彩排现场的录制 和晚会现场的亮点 最可爱 王耀庆 要说让现场媒体 印象最深的艺人 非王耀庆莫属了 记者朋友给她的定义是 最可爱 据朋友透露 王耀庆和实力派歌手旅方合唱 她不但参与了彩排 并且自己彩排结束 也会留在现场 积极和大家互动 王耀庆的情商都很高 在这一点 之前参加综艺的过程中 已经显露出来了 而这次彩排 更是彰显了她的高情商 和活跃气氛的能力 在彩排现场 不断地说笑话 搞怪 从照片中不难发现 她不管台上台下 都要把裤管卷起来一只 特别可爱 当然 真正演出时 她没有这样做 穿着一套白衣 还是很正式的 而且晚会现场 王耀庆也是表现得很可爱 她坐在主持人那一桌的后面 当镜头给到主持人时 她也会见风插针地抢镜头 最近也 周深 周深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 虽然也参加过不少综艺 但是她的经历 始终专注在唱歌上 也经常参加各种演出 现场现场 对于她来说 在这次音乐会上 唱歌并不困难 所以观众看到的晚会表演 周深发挥很稳 并且全程争唱 据现场记者透露 即便周深的表演十拿九稳 但她还是所有参与表演的嘉宾里 最敬业的一个 她参与的彩排次数最多 哪怕彩排过程中 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还是会反复演习 力求现场表演最好 最偷懒 华晨宇 有敬业的 具有相反 喜欢偷懒的明星 由于参与录制的嘉宾较多 在中秋节前两天 体育馆内一直都在彩排 而且经常会彩排到深夜 不少明星会依照表演的安排彩排 而觉得表现不理想的 会多彩排一两次 但只彩排一次 走下过场的是华晨宇 据记者介绍 在彩排现场 华晨宇演唱完一次之后 本来后续还要再次彩排 但华晨宇上台时 发现台下有记者在录像 拍照就转身离开舞台 再也没有出现过 真的很会偷懒 最勇敢 吴岳 大部分的表演嘉宾都是唱跳 还有个别的如一阳千玺 只是为电影《长津湖》站台 她近几个月一直在深圳拍戏 所以来参加活动也比较容易 而难度最大的是吴岳 她在台上表演功夫 还有一段吊着薇娅 飞上舞台的镜头 俗号说得好 台下一分钟 台上十年功 看似简单的表演 喝掉薇娅的动作 吴岳在彩排现场反复演习 飞了好几遍薇娅 激进也又勇敢 最会搞气氛 邓紫棋 据介绍 彩排过程中 因为没有观众 台下作者的都是工作人员 各方领导以及媒体 所以明星们都只是专注于唱歌和表演 只有邓紫棋最会搞气氛 从图中能够看到 她彩排时穿得比较随意 一条宽大的牛仔裤 搭配白色T恤 脚上蹬着一双球鞋 在彩排时 就开始向台下挥手 和现场的工作人员 媒体互动 最温暖 成龙 作为影视行业的前辈 成龙也是参与了彩排 练习她那段开场语 据记者介绍 成龙彩排的时候 各方领导都到场支持 确实不愧是大哥 而且成龙彩排时 现场气氛特别好 很温暖 并且成龙也是深受小朋友的爱戴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嘉宾们在现场的状态 和最终观众在荧幕上 看得的状态有些不同 播出的晚会 会经过灯光的渲染和调色等工序 从现场照片不难看出 成龙穿的是同一套长衫 但原本这套衣服是暗红色的 实际播出时 衣服的颜色变得更艳一些 肤色也有了一些变化 最不同王妃 虽然贵为天后 王妃也还是参与了彩排 从照片中能够看出 她彩排时穿的 就是现场演出时的那条长裙 也梳着一样的发型 但不同的是 彩排时没有化那么精致的妆容 而且照片也没有美颜 对比不难看出 素颜不美颜的王妃很显老 和电视机中看到的王妃大相径听 实际上上了年龄的女星 如果素颜大都反差很大 同样有很大不同的 还有李若彤 记者朋友最终没有将照片发给我 足见确实很惊人 另外朋友还着重提醒了三小只 从她拍到的照片来看 王妃到现场是穿着一双普通的球鞋 配了一条非常肥大的牛仔裤 上身套的卫衣呢 也很不合身 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喜欢这样打扮 而安保最严格的是一阳千玺 不但有多个保安内置秩序 甚至看到记者走近就会阻拦 如果看到要拍照更会阻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